嗨各位 终于可以跟各位公开这项珍贵的资讯了 大家都知道 剩主播在去年达到10万订阅之后 整个颓废 我应该说在9万9的时候就已经颓废了 我没有再进行任何的直播 然后影片呢 发布量稀少 比日历冷气还要稀少 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我现在终于可以公开跟各位讲 就是 厉害了 嘿 可能会好奇 这东西是什么 我可以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东西是YouTube10万订阅的奖牌 10万订阅的奖牌呢 长这样子 给大家看一下 建胜 10万订阅 恭喜影片银色的奖牌 那因为我啊 觉得说10万订阅太简单了 所以我在去年达标之后 我马上创了第二个频道 马上创了第二个频道 然后在短短的4个月 现在大概5月 4、5个月的时间 我又再达到10万订阅 主播觉得一个10万订阅太简单了 是因为我们再创另外一个频道 再把它弄到10万订阅 那大家一定很好奇 第二个频道是什么 对不对 第二个频道呢 我们还没拆开 我们把它拆开来一下 我们把它拆开 拆开了 饿腾腾的 塑胶带好好的 没有拆 来看一下这个频道叫什么 鲁拉拉 圣主播的小天帝 是的 圣主播其实另外一个频道叫做 鲁拉拉 圣主播的小天帝 终于可以公开了 我等了好久 五个月终于可以公开了 我们短短在五个月之内 达到了10万订阅 不跟各位闹了 为什么会有这两个奖牌呢 我也不知道 在去年我达到10万订阅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申请 里面奖牌了嘛 然后隔了大概 两个礼拜 YouTube就寄给我这片奖牌 然后上面也是我的名字 也是频道的名字 在四月多的时候 他们寄了一封信给我 那信上面 他说我可以领取一个YouTube上面的奖励 我觉得你好奇 YouTube 难道跟Supersale的公司一样疯 会寄一些奖励啊给创作者 我就点进去输了一下 他给我的序号 还真的又寄了一面奖牌到我这里 我的天 只是我这个名字打的比较不一样 我打的是鲁拉拉 圣主播的小天帝 这个是我DC的频道 不好意思YouTube的公司 我理了两面奖牌 一个YouTuber要有 一面10万订阅的奖牌 应该很正常 稀松平常嘛 很普通的一件事情 那要有两面 这个好像 就买稀有的了 真的是不好意思 就分享这个有趣的事情给各位啦 不知道怎么结尾 应该就这样吧 拜拜